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新北市做完了 是不是接下来应该做第二个 第二个县市是什么 是List 所以在这边 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台北市、桃源市、台南市 好,那怎么做呢 所以去开发人员聚集 把刚刚资料拆分编辑一下 把刚刚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要让它变成一个复回圈的方式 12做完做13 就是1、12做完做1、13 12、13、14、15、16、17 所以要从12到17哦 好,所以我们写一个复回圈 来去做重复执行 连续执行 连续执行 请问连续执行 我们可以用什么来写 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说 用义辅来判断是不是空值 这边不适合 这边比较适合的方式是什么 破回圈 就是当我这个值用变数修改 这个时候用破回圈比较适合 for i 等于12到17 因为6都嘛 12、13、14、15、16、17 12到17这样才6都 然后step1 这个step1 其实不写都无所谓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 12改成i 这个 12改成i 然后最后写什么 Nexti 好 因为有for 然后就会有Next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去执行一次了 那执行它的时候 先把游标 例如说落在什么地方 落在total 的B2 还有先把刚刚做的新北市先删掉 好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去执行这个聚集 看看哪里错了 这边是什么原因 您看一下 您先看一下 就是 假设我们现在 它错在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筛选完新北市 对不对 新北市筛选完了 它是不是回到什么地方 它准备要去做全选呢 好 全选的话 是不是要先回到A1 开始全选 好 所以我们关掉 您看 新北市是不是做完了 可是它要在做什么时候 它出现问题了 新北市完成之后 是不是要去做 我们刚刚新北市这边做完了 我们来去看total total这边它是不是做了什么台中市 台中市它是不是要回到A1 显然不是到这边 因为 因为 等于是说台中市 往左 往上 跑一格 它只是到A2 它不是到A1 有看到这件事情吗 那就要请你想一想 这时候该怎么解决 这时候怎么解决 请你们先想一下好不好 试着解决看看 因为遇到问题 你还是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 来去解决问题 好 请你们先动手 做一下 写一个复回圈 我们刚刚 在这个地方的执行 在这个地方 我先把它恢复到原本 最原始的状态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 因为 想要知道说 哪里会卡住 所以 我就会用 一招 逐步执行 就是 我要知道 那个逻辑性 逻辑 到底城市是怎么跑的 卡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因为 只有这样子的话 你才会 站在 电脑的思考成绩 来去解决问题 好 所以我们就选 逐步执行 逐步执行的快速键 是不是在F8 不要忘记了 我游标是落在B2 对不对 好 然后 一刚开始 我游标是落在B2 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游标是不是落在B2 当我在 执行 台中市的时候 请问我的游标 是不是也应该落在B2 或者是当我要去执行高雄市的时候 我一刚开始的游标 是不是也应该落在B2 我都已经重复讲了那么多次了 你大概也听懂了吧 好 你看一下 我开始逐步执行 逐步执行 是不是快速键F8 所以我就点一下F8 他现在呢 他去做 产生一个变数 变数I现在等于12 然后开始去做筛选 做完筛选之后 全选 全选他是从左上角这边 就是这一格开始往左上角 本来在B2 然后从左上角A1 这个开始全选 然后接下来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 就要去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开一个新的工作表之后 然后去做贴上 然后接下来就把工作表名称 现在叫工作表5 改成什么 新北市 改好新北市之后呢 我是不是切换到 Total这张工作表 然后取消筛选 这边取消筛选 F8 F8 现在是不是所有资料都回来了 现在游标在哪里 现在在A1 现在稍微注意一下 在A1 好 F8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做 第二个线市 第二个线市的话 就是当I 刚刚是12 现在是I等于13 因为这边Next12 的话 就是I就是13 所以13 接下来他是不是去做筛选 筛选什么 台中市 因为我是指定他去抓List 那一格什么什么 然后来去做筛选 他还是帮我做完筛选 可是 接下来复制 这边 刚刚是不是做完筛选了 确实这边有筛选 但是为什么这边会产生错误 因为我这边是不是要求 他必须要从A1开始全选 他没办法从A1开始全选 就是因为刚刚游标落在A1 A1还有没有左上角的A1 没有了 记得吗 我刚刚最后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做完筛选 他游标是在A1不是在B2 就是卡在这边 因为你已经在A1了 你就没有办法再往左边跟往上面一格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 就是卡在那个地方 所以 我每一次在执行这个负回圈 就是我必须要先指定我的游标是落在 例如说是B2 那个很简单 就是那个Range 然后B2 然后点Select就好了 我再一次执行给你们看 我先把这里常用筛选 还原变成没有筛选 回到B2 然后接下来把新北市这张工作表删掉 然后接下来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逐步执行 请你仔细看哦 等一下我会 前面这些动作都没问题 新北市这边都可以正常的产生 好 然后稍微注意哦 现在下一个I 那就是13 然后接下来呢 你看现在游标在哪里 在A1 对不对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是不是希望把游标落在B2 就是在这个筛选的前面 写这件事 好 F8 可以吗 你看现在还是在A1 A1能不能回到左边一格 上面一格 A1就已经是第一格了 没有左边 没有上面 好 F8 它就会产生错误了 好 所以 接下来呢 经由这样子了解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多写一行 就是我每一次开始的时候 都先回到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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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新北市 现在你游标就算在这边都可以做了 因为反正我第一件事情 我去跑那个过回圈 第一件事情我就先把游标定在这边了嘛 好 然后接下来我把新北市先删掉 新北市工作表删掉 然后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来去执行 你看是不是六个县市就全部都跑出来了 这样可以了解哦 我跟你讲 不需要 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不需要你先想到 你从那个做错那个Debug那边 开始再来去回推 都可以 可以了解哦 因为 你又是能够先想到 那 可能 可能算是非常厉害的人 没有先想到也没关系 好 可以 请你们 稍微了解这件事哦 所以就 麻烦请你们 只多写一行程式 多写一行程式 就是指定它 每次都从B2开始 所以 你等一下 你也可以试着游标 例如说放在别的地方 因为我已经写固定了 游标第一件事就要回到B2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来去完成程式的除错 以及修改程式码 让我们能够正常的执行